女子接受整容手术后死亡 一找静电器一找就看着那门可不大 她在医美门诊两天做了六项手术 贷款消费四万多元 做出来美容手术美不买是一回事 但是人都做死了 人都没有 医疗美容行业乱象 期待规范治理 一字也可以做龙胸抽脂都能做 看你想做什么 整容悲剧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照片上的这个女人是刘女士 她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岗市的农村 家里有一双活泼可爱的儿女 然而她的生命就定格在了2020年12月11日 当时她在南宁市街上的一家综合门诊部 接受了整容手术 就再也没能回家 她的丈夫也是在出事后才得知这一情况的 就在11日那天 刘女士的丈夫接到一位朋友无力的电话 说刘女士做整容手术出事了 当她赶到居家100多公里外的南宁市的医院时 妻子已经被宣告死亡了 刘女士的丈夫想不明白 妻子做了什么样的整容手术 竟然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事后从门诊部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 刘女士是在12月9日上午 跟朋友到了这家门诊部 当天下午16点40分 就做了双眼皮和龙鼻手术 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 接着第二天中午12点开始 刘女士又接受了抽取大腿部脂肪 填充在脸部和胸部的手术 手术同样进行了五个小时 第三天 刘女士出院时出了事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36岁的刘女士 瞒着丈夫去做整容手术 在割了双眼皮 垫了鼻子 做了抽脂龙胸等等 一系列整容手术之后 她却再也没能回到家中 在这期间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刘女士的家是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她出事的时候 女儿八岁 儿子只有四岁 刘女士平时在桂岗市街上的 一家养生馆打工 出事前 她告诉丈夫 自己要出门几天 就跟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月娥 一起去了南宁市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 我是 眼神起来 我是跟那个姐妹去 过那里去看一晚 他们说去看看 然后我就跟他们去看而已 这家门诊部设在南宁市的一个商厦四层 面积有十几间铺面大 从当时的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上午十点半左右 三位女士走进了玻璃门 走在最前面的是她在南宁的朋友吴丽 第二个是月娥 最后面的是刘女士 月娥说她听说龙胸手术要两万多元 就打消了做手术的念头 而刘女士本来也只想做双眼皮 最后为什么选择做了多项手术呢 月娥说她也不清楚 月娥咨询后就离开了 而留下来的刘女士 接连两天做了多项手术 共花费了四万两千三百元 刘女士的丈夫说 她事后才发现 妻子做美容的钱是贷款借的 接下来的三天 只有另一位家在南宁的朋友吴丽 陪在刘女士身边 这位穿着黄色大衣的女人就是吴丽 可当刘女士的丈夫向她询问情况时 吴丽说 三天时间内 她只是去帮着送了两次汤 其他情况她记不清了 那签字的时候 就她自己签字就行了吗 不需要找家属 我是在那医院 但是我是上厕所了 我不在现场 直到出院的时候 也是吴丽陪着刘女士的 吴丽说 当时刘女士看起来一切如常 但是走到电梯口就突然晕倒了 门诊部提供的刘女士晕倒时的监控录像 仅有两秒 据门诊部说 医生给刘女士注射肾上线注射液急救 但没有效果 之后护士拨打了120 附近的城河医院派出救护车 将刘女士送往第二人民医院抢救 到达医院时已经听不到信音 呼吸停止 经抢救 下午5点多宣告患者死亡 因此 当刘女士的丈夫赶到医院 妻子已经去世了 当时刘女士的丈夫感到内心 非常震惊 悲伤和愤怒 刘女士的丈夫说 妻子从来没有提过要整容的事 只是偶尔说想要减减肥 况且家里也没有钱 她怎么也想不通 妻子怎么会贷款 花费4万元 瞒着她去整容呢 刘女士的丈夫当时就报了警 因为这家门诊部属于医疗机构 警方通知当时的 南宁市江南区卫生监督所 一同前往调查 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现场查询 发现这家综合门诊有限公司 是一年前成立 当时营业范围并没有医疗美容一项 而在案发的四个月前 才通过江南区卫生健康局审批 取得了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增设了医疗美容科 而给刘女士做手术的两名医生 也是在几天前 刚在卫生健康局备案 允许职业 因为她的人员 她的机构都是有具备相应的资质的 她开展的那个抽脂类的手术 而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她这次抽脂量是在800毫升 是符合那个就是医疗美容 一级诊疗项目的那个范围的 是就是她的综合门诊部 设有医疗美容科 只能抽取 吸脂量是在1000毫升以下 就没有超出这个标准 连续两天做了五个小时的手术 可以这样做吗 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医疗的 就手术的行为 可能还是需要更专业的专家 才能接踏这个吧 卫生监督部门表示 按照规定 门诊部可以做一级和二级的整容手术 而医生经过备案 也就可以开展手术了 事发后 卫生监督所也组织门诊部 相关负责人和刘女士的亲属 进行过调解 但因双方对赔偿数额的差距过大 并没有能达成一致 双方协商不成 刘女士的丈夫和两个孩子 将做整容手术的门诊部所属公司 起诉到了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要求赔偿总额约118万元 2021年1月13日 原告方委托证室室进行了试检 初居的鉴定意见为 刘女士符合抽支术后肺动脉栓色 导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鉴定意见中分析 肺动脉血栓栓色及栓子 绝大部分来源于下肢静脉系统形成的血栓 但是门诊部所在公司 在庭审中仍然提出 仅仅凭这份鉴定意见 并不能说明自己的诊疗行为 有过错及过错大小 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官要求委托鉴定机构 对于整容手术的过错大小进行鉴定 而多家鉴定机构都提出 要门诊部提供他们的美容抽支手术的 诊疗规范 对此门诊部却迟迟拿不出来 一直都不提交 就这个问题也拖了好几个月 我们也在催 后面我自己上网也查了一下 他们这种美容液的手术 确实没有一个很规范的程序性 就是掌程 就是说他不像医院下 你进来以后要做什么东西 要做什么 就有一套规范化的程序怎么做 他确实是没有 那个时候 2021年5月 江南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因门诊部未提供足够资料 导致无法鉴定 因此推定门诊部有过错 并判令门诊部所在公司 对刘女士的死亡负全部赔偿责任 供赔偿刘女士的丈夫及孩子 100多万元 判决后 门诊部所在公司提出了上诉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将此案发回重审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王岳教授 欢迎王教授 王教授 这起案件确实令人惋惜 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认识的误区 比如说他们把门诊部当医院 比如说如果医生建议你这个能做 他就觉得没有风险可以做 您觉得造成这些认知误区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在于医疗机构这边有一些不真实的陈述 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 经常在做手术之前 一些不规范的医疗机构 可能会把手术描述的像一个童话一样 但等病人真的亲身经历之后 发现那就像一个恐怖片一样 我作为医生 那很可能我会把这个手术描述的是一个我们常做的手术 没有多大风险 甚至于把像细致手术很容易发生的肺栓塞这种并发症弱化 甚至于可能都没有提 只是在签字的文书里有一些记载 一旦签了字之后 日后发生肺栓塞 医院说你看白纸黑字 你自己选择的做这个手术 所以这就会双方产生很大的争执 门诊部也属于广义的医疗机构 但它并不是医院 实际上我们讲的医院是一二三级医院 它是被卫健部门评过急的 那么我们的门诊部 它的诊疗能力 特别是抢救能力 是非常弱的 就像本案一样 看似吸止手术 大家都觉得吸止 好像很简单 就是把多粒脂肪拿出来 实际一旦这个脂肪力进入你的血管 通过你的循环系统 拴塞在你的肺动脉上 就最终会导致死亡这样的结果 一场整容手术 竟然让它失去了生命 记者走访写字楼里的医美门诊部 过度医美 暗藏隐患 整容悲剧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如今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四年 记者找到了这家 做整容手术的门诊部登记的地址 据刘女士的丈夫说 这家门诊部事后又开了半年 就维持不下去了 现在这里换成了养生店的招牌 但是也在停业中 家里并不富裕的刘女士 为什么会贷款了四万多元 去做整容手术 她对手术的安全性了解多少呢 随着刘女士的死亡 这些问题已经无法给出答案 刘女士丈夫认为 应该是门诊部的人 鼓动妻子去做手术的 目前在南宁市的街上 有多家做医疗美容的门诊部 记者随即走进了一家门诊部咨询 前台人员做了简单登记后 就让一名销售人员 给记者做起了详细介绍 双眼皮肯定可以做 鼻子也可以做 皮肤也能做 龙胸抽脂都能做 看你想做什么 比如说像我做鼻子 我也没有住院 只是说出来之后 观察了三四个小时 然后差不多就可以走了 什么要住院 做胸 放假体胸要住院 还有我们抽脂 这些也要住院 因为麻药量比较多 然后对身体的损伤也比较大 这有什么风险吗 没有什么风险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 算是微创的一个手术 销售人员从电脑和手机里 给记者看了很多 腹部抽脂手术后的照片 无论是做双眼皮 龙鼻还是抽脂龙胸 他说的都很轻松 最复杂的手术 在门诊部睡一夜 也就可以离开了 抽脂 风险的话肯定是比双眼皮 大一丢丢 然后要住多长时间 一个晚上就开了 需要什么人来陪 不能陪的话 我们也会有护士24小时 都在我们护士站 抽脂它就是一个小吸管 比如说这是一个小吸管 对不对 然后在我这个有脂肪的地方 然后慢慢地去游走 把这些脂肪吸出来 像个吸尘器一样 而门诊部贴有 各位医生的照片 看起来跟医院里的医生一样 但顾客根本无从知道 究竟医生的资历水平如何 相果不好 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给你安排的 肯定是院长去操作的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做就行了 院长级别 对 都是院长级别的 不用去那里 什么叫院长级别 干了多少年呢 主要是我们的15年晚上 当记者提到 做多项手术钱不够时 马上来了一名负责贷款的工作人员 那你手机先给我一样 我们会下载一个APP给你 人家房贷也没让我 要拿我的手机怎么样 肯定拿手机操作啊 然后我们提交上去给银行审核 那两三分钟就这样出结果 那12期你是 相当于就是一万块钱 还一百二十块 一百二十块钱 一个月的利息 一个月 在门诊部 记者发现很多让人深思的现象 无论是高额的利息 还是复杂的手术 工作人员都轻描淡写 或许当初也正是这样的情况下 刘女士才仓促地做了整容手术 2023年6月案件重审时 法院向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函 调查了参与诊疗的医生的资质 发现给刘女士做手术的两名医生 龙医生和汪医生 都是40多岁 中专毕业 有职业医师证 但职业范围一直是外科 医生就找来的 当时去查那个医生的资质 就发现这些医生辗转了好多个地方 不同的省份 不同的医院 然后后面到了这个医院 法官调查发现 这位龙医生从2013年起 到2020年出世时 七年时间里 他分别前往陕西 浙江 江苏 广东 广西多个省份职业 出世的这家门诊部 是他待过的第22家医疗机构 很多地方他只待了一两个月 而之前他主要工作的专业是外科 另一位汪医生 同样七年间去过全国各地14家医疗机构 刘女士的丈夫认为 两名医生就是为了多收费 而给妻子做了过度的整容手术 案件重审时 被告门诊部所在公司 要求追加参加抢救的两家医院 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记者采访了其中一家医院 参与诉讼的原负责人 他扯的点就是说 你来接的时候人家还没死 送过去人家死了 那你们都应该有责任 他没有想过说 这个疾病就算是说抢救的很及时 马上有三家医院的专家 急救小组在现场 可能都不一定拉得回来 他没有想过就是说 是他直接造成了这样一个很恶劣的一个后果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认为两家医院的抢救都没有任何问题 是因为吸肢手术过后 刘女士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等送到抢救的医院 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反正我见过的 就是他就是他要不断地去破坏那些脂肪 那些组织 不断地用刮石在里面 来回地搅动啊 去碎他啊 那你想肯定很有可能就捅到哪个血管啊 或者什么的 说白一点 就是说只他脂肪进入到血管嘛 堵住了 栓塞嘛 就这么个意思嘛 所以你说的就是血栓嘛 血液正常我们人是流通的嘛 对不对 像输液 如果说大量的空气进到血管 它也会造成空气栓塞 生小孩 比方说羊水破了 对吧 他也有可能比方说羊水栓塞 在案件重审的庭审过程中 两家参与抢救的医院方 都对门诊部的手术提出了诸多质疑 在这24小时内贫乏 连续的共实施了一共是六个手术 持续的创伤人体 加剧了这个血栓的形成 最终导致了这个被动脉血栓的死完后果 对此被告没有任何犯法措施 参与抢救的医院认为 第一 持续手术加剧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第二 门诊部没有麻醉科 不能实施二级手术 而被告方门诊部所在公司则提出 现有规定并不明确 因此 自己一方没有过错 那么 究竟门诊部 可以做哪些手术 为什么会出现肺动脉 栓色死亡的情况呢 记者采访了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副会长齐佐良 医疗美容门诊部 只能做二级以下的手术 那么这个手术分级呢 它比较困难的地方在这儿 就是做双眼皮龙鼻 属于一级手术 但是呢 那个吸子和注射面部的 充田和龙胸 这个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 至于说你说 它做了双侧大腿的吸子 又抽吸了800毫升 然后又注射了龙乳 又注射了那个 面部的脂肪充田 又应用了全身麻醉 那么这个应该就 定性定在这个 应该属于三级的这个手术 但这个界定呢 不是特别的清晰 就同样是吸子手术 一级二级三级是怎么奔的呢 所以说这个没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界限 它不只是用一个吸子量 就能来衡量的 齐教授认为 做了双眼皮和龙鼻术后 应当至少修整一个月 再进行第二次手术 齐教授向记者提起 他也曾经在手术的过程中 遇到过出现 深静脉血栓的危机情况 这我有一个例子 当时我也吓一跳 山东有一个女孩 14岁 她发生车祸 脸上很多床上的疤痕 其中面神经断了 然后呢 把她神经做吻合了 在手术快要结束的时候 发现这个病人 这个有神经脉的血栓 这个怎么能发现了呢 在麻醉的过程当中呢 她对这个动静脉 她也要监测 她在监测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这个怀疑 因为用了这个溶酸的药 术后的第二第三天 这个整个血栓 基本上都溶解了 齐教授告诉记者 现有的部门规章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是2002年制定的 2009年修订的 他认为 急需更加细致的 类型化区分 在行业内和行业学会 都在呼吁要改 但是直到今天 也没有把它改成 您说的是要改什么 怎么改 把这个整形脉科 美容外科 所有的这个手术 都能够根据手术的大小 难度大小 给它确定出来一个分级 然后呢 再给医疗机构来确定 你什么样的医疗机构 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你可以承担什么样的手术 无论是医疗机构 还是行业协会 包括政府的这个执法机构 它有一个原则可以遵循 再次鉴定之后 法院重新判决 然而医美门诊人去楼空 执行赔偿陷入困境 整容悲剧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案件重新审理时 法院委托鉴定机构 对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 过错大小 以及过错与死亡结果之间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进行了鉴定 鉴定的结论是 诊疗机构在进行诊疗的过程中 没有对患者进行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一个风险的评估 认为诊疗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 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参与度为同等原因 鉴定机构也对另两家医院 参与抢救的行为进行认定 认为两家医院无责任 2023年8月 江南区人民法院重审判决 门诊部所在公司 应赔偿刘女士的亲属59万多元 然而直到今天 这份判决也没有被执行 法院的执行法官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调查过门诊部 所在公司的资产情况 对于判决之后 却无法执行的情况 刘女士的丈夫也想不通 她通过网络查询道 这个门诊部所在公司 注册资金600万 登记股东有11人 2024年7月 刘女士的丈夫来到法院 申请追加公司的几名股东 作为被执行人 这个被执行人 就是公司就是公司 那不能执行个人 比如说你要追加那个股东 我们要到时候 自己组合去审查 但是你 首先你要提交申请 同时 她向法院提交了 国家司法救助申请 王教授 法院是申请专业机构 做了两份司法鉴定书 您帮我们解读一下 这两份司法鉴定书 第一份认定的是 刘女士的死亡 她的死因是什么 而第二份认定的是 诊疗行为 对她的死因的参与度 大概多少 我看她鉴定结论是50% 也认为她自身 有一定的原因 比如她的体质因素 等等因素 导致了参与了 这个死因的最终形成 后期的赔偿 计算的时候 会把这个参与度 呈到里面 作为一个系数 现在医美这种行业 发展特别迅速 但是良有不齐 那么作为爱美之人 如何能更好地 保护自己 避免出现这样的纠纷 你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我们减肥 更应该提倡的是一种 这个管住嘴 迈开腿的健康减肥方式 这种外科的方式 我觉得是不应该提倡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今后我们的 卫健部门应该 让我们的医疗机构 针对一些容易产生 纠纷的手术 数前谈话 全程录音录像 让大家都客观地去描述 这个手术的性质 这样纠纷才会真正减少 一次被忽略的数前检查 一次掉以轻心的麻醉意外 都可能轻而易举地 毁掉人的生命和健康 医疗美容领域的纠纷 投诉案件 仍是层出不穷 因此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爱美要以保障身体健康 为前提 谨慎选择 医疗美容 感谢收看 今次说法 也感谢王岳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 其他内容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